六歲童戴槍上學 褲帶吊出 轟傷三人 美國德州休士頓羅斯小學 附設幼稚園前天驚傳一名六歲孩童戴槍上學 卻意外擦槍走火傷及兩名五六歲學生 他自己也受傷 前天午飯時間 這名帶著槍的男童正準備要坐下吃中餐時 槍從口袋掉出來擦槍走火子彈亂飛 在場的人都驚慌失措 我擔心因為槍飛撞了 我擔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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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戴槍男童和另外兩名同學 腿部受到輕傷 目前都已經出院沒有大案 根據德州法律 戴槍上學的男童不會被刑事起訴 但會被送到特殊教育學校管教180天 他的父母或兼護人可能會被起訴 動新聞總和報導